独自打拼的疲惫深夜 有一种声音 守候着你 陌生城市的茫茫人海 有一种温暖 陪伴着你 无法诉说的情感困扰 我们 为你疗伤之余 每个迷茫无措的夜晚 我们在这里 也为星辰 也为你 我是陈一 我是陈墨 每周四和周日晚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点击订阅 生活很苦我们要舔 这里是陈一的心灵诊疗师 晚上好 我是陈一 前段时间三十而已 这部电视剧火了 剧中关于恋爱 婚姻 以及家庭的写照 都很真实 同时呢 后台也收到了一些来自 三十岁左右的听众留言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们都遇到了那些困惑 第一条留言是叫做 诸葛钢铁的听众 跟我们留言说 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五年多 从大一就在一起了 工作之后也一直在同一个城市 男朋友家里打算给他买房 我们就聊到了结婚的事 我就说自己不想生孩子 以后也不会改变想法 男朋友直言不能接受 我们平时也会经常吵架 闹矛盾什么的 我知道这是正常的 但是平常相处都还挺开心的 感觉现在已经离不开他了 他对我确实还不错 不过我也是真的不想要孩子 我不喜欢孩子 一点都喜欢不起来的那种 现在该怎么办呢 根据你说的 你们在一起感情也不错 相处方式也没什么问题 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才说自己是丁克 其中有很多次机会 你可以告诉你男朋友的 但是你没有 可能你也不是故意隐瞒 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不像是你不喜欢吃辣 他可以为你慢慢不吃辣 通常情况下 丁克要在交往之前 和对方说明自己的情况的 因为大部分人 就是冲着结婚生子去的 你和人家说 你将来不会要孩子的话 对方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不过就你目前的情况 你如果真的决定以后不要孩子 也要取得父母的理解 仔细思考其中要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周围也有很多人说 不喜欢孩子 觉得他们闹腾 但是等到自己生了小孩以后 对自己的宝贝非常疼爱 这是一个文人父母的转变 但你要明白 生孩子是一件人生大事 要不要孩子 这件事是你的权利 也是你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生或者不生 你自己的生活 你可以做自己想要的决定 能一起走下去固然好 但要是两个人想法不能相通 只能说你们不合适 只要最后你认为自己过得好 也没有伤害其他人 那就够了 我们接着来听第二位来自 叫香香桃桃的听众说 我马上过完生日就三十岁了 爸妈逼我嫁给他们觉得满意的人 可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 我又怕辜负爸妈 我该怎么办 因为这件事情之前听听吵架 还导致我和前男友分手 之后实在是没办法 我妥协了 可不爱就是不爱 妥协之后 我后悔了 我很难在自己和父母之间平衡 他们是真的爱我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姑娘 婚姻生活不是过家家 开心地玩过一次就算了 我能感受到你是尊重父母的 要不然也不会妥协 我想你也明白 父母为你挑选满意的人 也是为了你以后 有个可以依靠的人 但这些都是供你参考的声音 你不应该听一句走一步 结婚啊 还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才行 否则婚后爆发的问题 会让你无时无刻 不后悔当时的决定 你不要先入为主 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如果说你在不赌气的前提下 明确自己 对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那你说怎么结婚 你现在就已经后悔了 还怎么继续下去 你也要和父母谈谈 表达自己的意思 告诉他们 你对这个男人没有喜欢 明白父母为你好的心意 但同时也请他们尊重你的选择 千万不要做 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你大可勇敢地追求幸福 我想当父母看到你 真的很幸福的时候 也会从心里为你高兴的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叫做 燕麦圈的听众 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 我和男朋友计划 明年年初结婚 上个月也都见过双方家长了 结果最近男朋友说 婚后想考个在职研究生 现在他很焦虑 怕被淘汰 他跟我说 考了之后有利于他的事业 我们婚后也能过得更好 让我支持他考研 我目前在一家私企上班 收入只够养活我自己 他现在的收入比我高一些 我们每个月还要还贷 最近他又催着让我领证 结婚后想尽快有一个小朋友 但是我觉得他既然准备考研 就暂时不考虑要小孩了 还是有点怕婚姻出现问题 但他又很坚决 明明我们连自己生活都很困难 还要考研养孩子 我该不该支持他呢 说实话 如果你认为他的决定足够正确 那你就不会苦恼 要不要支持他了 正因为你们觉得 其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才会产生这样的焦虑 一旦你们结婚了 不仅需要时间适应婚姻生活 两个人身份也发生了变化 这其中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要磨合 但你的男朋友说 在这个时间内 他既想考研又想尽快有小孩 很显然 这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光是听着就让人很有压力 你现在有自己的工作 有了小孩难免要发生一些工作上的变动 一般考研的人会普遍焦虑 如果按照他的想法来说 那家里的事情可能全都落在你身上 他也很难照顾好怀孕的你 两个情绪焦虑的人 后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要像做任务一样把事情排得那么满呢 先给彼此一些时间慢慢适应婚后生活 陆续回到之前的正规上 之后再一起商量未来的规划 贪多嚼不烂 一件一件地来更好 要记住 你在支持他的时候 也要想想看自己的情况 双赢才是最好的 本期的问诊就到这里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曾永熙的 想遇见一个人 生活很苦 我们要甜 我是诚意 诚意的心灵诊疗时 每晚一颗汤 伴你入眠 晚安 好吗 有一个情人间独自沉默 我不要 像同情的联络 自由的很寂寞 逞强的很脆弱 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 想听见一句爱能当真 消忘了最轻的也最残忍 难愈合的裂痕 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 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 想知道我不再是做空城 只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 被放任 不停发生 想遇见一个真心的人 想听见一个真心的人 只能当真心的人 只能当真相忘了最轻的也最残忍 难愈合的裂痕 想遇见一个浪漫的人 想看见感动不停发生 想知道我不再是做空城 能让我被呵护被放任 不再是做空城 想听见一个真心的人 想听见一个真心的人 一只爱能当真 想忘了最情的也最残忍 难愈合的脸 想遇见 一个浪漫的人想看见 感动不停发生 想知道我不再是做空长男 让我被呵护 被放人